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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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你好 今天我们讲Hi-tech 讲Hi-tech 有一个新的主题 就是ID评图 其实今天这个主题是讲什么呢 其实想和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自己内部 Ricky就是我们公司的Grope IT Manager 我们过往他的经验和我们之间的经验做了什么出来 我们曾经在过往这8年左右 其实在我们IT方面都做了很大的弱进 其实由最初一次到今天都经过很多不同的步骤 经过这个过程中有很多learning curve 犯了一些错误 但到最后达到我今天一个很理想的效果 我也想经过这个文章和大家分享一下 希望大家可以从中复杂到一些知识 令到你公司在用一些新的软件的时候 不会犯到同样的错误 兼够可以很快地拿到一些效果 今天的题目是我们写的是 如何决定上软件的先后次序 我不是教大家选软件 因为我们想选软件在软件方面 但是上软件是否需要一个先后次序 我们就会在这里做一个分享 这个图不如Ricky你去做一个简介 这个图里面你看到有很多东西 包含一些就是 你看到中间就是我们的厂 而右边就是客人 左边就是供应 中间其实你会看到 系统里面真的有很多 最正中间的就是ERP 然后你看到有MES PDM DMS就是Document管理 两边就是客人的Portal 供应商的Portal 你看到有个CRM 也有个SRM 就是类似的Portal 上了一点的有个BI BI是做分析的 然后再上你看到有APS 是全顶是Grant Production Scheduling 再上有个Supply Chain Management 整个是看到很多东西 但是大家不要太紧张 因为其实这个是 一个concept图 一个concept图 其实我们拿了Hong PC屋 给大家看看 其实如果你要上司审 其实林林总统有很多东西 可以来选择 但是我们今天讲的 都是其中一个小部分 就是我们选择了 我们上了 亦都是 这个其实给大家一个concept 其实我想今天带大家 看这条路 其实跟这个就会有点差异 让大家看看 在事前 我想分享一些我们的概念 我们的概念是怎么样 因为我认为 选择软件这件事 是很重视这个重点 首先RI 第一件事就是 买软件回来不用 这个软件肯定最贵 你不要说这个软件 究竟是100万还是1元 买回来不用是最贵的 第二 买回来之后 发挥不到100%的软件 其实也不会便宜 为什么我说这件事呢 我也认识过很多不同的厂 买了一个ERP 但是最后它没有建立好整理的 所谓的主挡 你让那个MRP 让你排产和你购买物料 都是用人手来做 那你是不是买了软件回来 是用不尽100% 其实让你买回来的软件 都用不到你原本的potential 你可能以为 那个软件有问题 这是第一 第二 都是一个行业通病 见过不少的公司 会花很多时间和精神 去写软件 去开发软件 其实我们公司 都经过过这条路 我接手这个IT部门的时候 当时我们自己 都很多土炮自己开发软件 在过往这8年10年 其实我们都有很多 写软件的变成买回来利用 为什么呢 第一 我们的业务 其实没有一个独特之处 很多人都以为 他们自己很独特 就一定要自己写软件 去accommodate 其实这个概念 其实不是那么正确 因为我们都是做厂 做OEM ODM 其实那个 尤其是不止厂 其实那个业务形式 是很common 我们整个flow 其实都很common 你怎么说 你怎么给你 你怎么买 都是非常common 还有一个 大家根本就不是业务公司 不要太沉述去写软件 但是我们的软件 工程师 因为都具备了这么多 这些资源 因为我们以前在写软件 围高 其实我们现在的人 很多时候都拿来做软件 上软件 和去写接口 基本上现在很多 他们的时间 都要放在这方面 说到选软件 其实要逐个软件来上 由你最核心的地方 一直辐射到其他外围 就好像刚才那图 由一个ERQ 开始辐射到外面 那说到选软件 或者是一个软件 可以覆盖叫做什么的功能 其实大家要很了解之后 才去购买和使用 我自己个人的理念是什么 就是每个ID系统 要圈远到最大的企业范围 就是最多人用 以及以最少的软件平台 来覆盖了那么多个整间公司 这句话很精词 就是你要用最少的软件 来覆盖最大的地方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同事不能够去学 那么多不同软件的界面 还有很多软件多的时候 就有很多不同的用户类 和帐户 它们记不完 所以你们必定是需要 要向这些思维想 就是如何用最少软件 带到最大的功效 那如果选软件 我们也需要什么呢? 就是需要它有一定的抗展性 和可确性 那什么是抗展性和可确性? 就是抗展性 就是用API 来使用软件 可以跟其他的软件 即软件和软件之间去沟通 什么叫可确性? 就是那个软件 可以经过一些简单的设定 或者流程的设定 就可以有一些新的功能 令到很多新的功能 或者一些modules 可以很快上到线 令到你同事很快有得动 这个是我们的一些理念 但是我想令到整件事更加容易 我其实就选了七道菜给大家吃 任何公司 尤其是造厂的话 最多只需要这七道菜 以一个大把我认识的电子厂来说 最初那六道菜 其实都很足够的 最后那道菜 NES 就是一个感顺天花 如果其他东西都有足够 即已经对备了 才需要行NES 我设定了七个不同的软件 和它的鲜厚智序 首先第一个就是ERIP 大家都知道在这里做什么 在这里做生产、采购、仓管 之后第二大就是即时的通讯系统 就是我收到的Instant Messaging 大家熟悉的是WhatsApp 或者是WeChat 但其实在企业上用的 就会用另外一些即时通讯系统 第三大就是Office Automation 或者叫OA 流程审批 和项目管理系统 第四就是数据分析 看板 第五就是客户和公共商的Portal 第六才去到之前说过的RPA 软件机器 到最后才是NES 我再conceptualize整件事给大家听 让大家不要乱 因为我也认识很多业界人 一讲到软件的时候 其实都会有个乱 简单来分析的话 很简单 如果软件是和订单或者批次有关的 而软件并不是做一个实时的处理的话 例如是ERP 或者客户和公共商的Portal 都是处理一些订单和批次有关的资料 但如果你是处理到个别部件 或者个别成本有关的东西 就是牵扯到一些实时系统 那MES 这种实时数据收集 追踪和调码的打印系统 就是正正做这个东西 另外在ERP和Portal以外 做什么工作 就很多是用这个OA 流程审批 或者这些所谓的项目管系统 去cover 那其实呢 大部分时间大家去做工作 都是在这几个系统范围之内 那先讲第一个 我们每一个题目都会一定的简术 还有呢 很希望大家可以 如果需要立刻问问题的话 立刻问 因为其实PowerPoint都很长 不如这样吧 由Ricky去讲一下 Ricky去讲一下ERP ERP就熟了 玩个N的ERP ERP 其实坊间都有很多不同的品牌 那其实我自己用过 SAP Oracle 或者以前旧种的BPX KD 我都有用过 那其实大的流程 如果我看ERP 即是无论是哪个品牌 大流程大家是大乘小意的 它唯一有少少的Defensation 就是在MRP的engine有计算 但是计算出来的结果 大家也没有什么大的分野 那你在那个Operation 生产 包括采购 倉管 那些部分 其实大家也都知道 那后面就说 其实我们上一个ERP 最主要就是我们核心的那一部分 的Operation 就靠个ERP来运作 最后所有的Data 返回财务 在财务那一部分 可以看到整间公司整体的一个成本的流程 因为 其实ERP 其实它主要是採取 一些Course 的Transition 为主 那最后的财务 拿了那些数据 看回整间公司的财务 是很特别的 特别到什么呢 ERP要就我公司的运作 那在上的过程 它失败的是什么呢 就是说 当我上 我要ERP 不断去改 去就我的流程 改到ERP 三分像 我见过有一些公司 它将ERP 改到最后的financial integration 是毫了的 是断开了最后 就是Course 是计算不到的 因为它改了一些核心的位置 其实ERP很多 其实大型ERP 它们都可以给你一些 我们叫做customization 一些细微的改动 是不影响upgrade的 那我们都会做的 那些就是一些很细微的控制 那如果我们上ERP 如果我们上成功 我的意见就是 我们首先就是说 对ERP要有信心 就像SAT 它是1973年 72年开始 已经差不多50年的公司 它里面的运作流程 大部分的厂的模式 运作 它都会是可以服务的 我们相信它的 best practice 基于它的 standard 流程上 就尽量不要改它的核心 但是这些细微的改动 是它是允许的 那我们可以改 就是 我认识它 ERP基本上 那个换系统成本 真的非常之高 如果你已经走一个 其实不应该暖换 如果走得不好 只可以看看 究竟是否自己 刚才所说的 上线上得不好 是否有些设定做得不好 但是我认为 一个ERP 很关键是什么呢 因为它是一个系统核心 它必定要和其他的系统 连接 所以你一定的 这些新的ERP系统 上面 一个旧的自己写的系统 都要去写一个API 令到它可以接到其他的系统 下一个 即时通送系统 我认为是第二重要的东西 是一个必需品 我们都用了企业微信一段时间 未上企业微信之前 其实我们用过两个不同的企业级的即时通讯系统 失败了 最后为什么会走一个企业微信 走得到呢 首先就是因为企业微信的Login 你可以用回普通微信的Login 连接就可以了 表示什么呢 普通微信有个电话号码在连接 你只要你起微信的币 就是用了同一个电话号码来绑定 同一个同事 它就在两边都可以Login 自然上线速度很快 因为全大陆个人都上了微信 所以这个令到我们上线速度很快 由之前20%左右的Adoption 到我们进行企业微信 基本上第一个星期 已经有九成的人上了 未到第三月之内 基本上全部人都上了 连一些本来没有用微信的香港同事 都会因为我们上了企业微信之后 和加了一些功能上去 他们必定要上线 令到他们上线 所以上线速度很快 R也高 因为免费 其实一个这样的企业微信系统 有什么功能呢 首先它已经有一个内置的架构图 方便你 第一 刚才所说的 如何给一大批的同事上线 第二 就是你制定审批流程的时候 都会有一个Hirarchy 审批的时候 下面就是上面审批 所以它已经定了所有Hirarchy 令到这个审批流程都可以做到 很多一些简单的流程审批 适合全厂用的人都可以在企业信里做 为什么呢 为什么不在其他系统里做呢 因为企业信首先个个人都有 连工人都会有 那工人要申请假 那在哪里做呢 不在其他系统里做 很多工人级的人 不会懂得用我们平时在Windows 或者Desktop上用的一些语件 他们不懂得打 很多时候不懂用键盘来打字 但是手机每个都懂得用 那他们就可以在其他系统里做 这个流程的审批 例如这个请假 另外一个做法是什么呢 可以写很多小程序去结合系统 来融合新旧系统 我们自己都有用来 连结了很多不同的旧系统 例如什么呢 真的很厉害 我们申请假 最后要写回去我们的人事系统 我们的人事系统是 是几十年之前的 我们自己写 兼顾我们当时是选择 竟然在大陆 运用这套元件都用繁体 那么笨 但是呢 怎样可以用一个 用一个 企微信这个界面 assess到一个 繁体的人事系统呢 就是靠这些小程序 还有这个 企微信 或者同类的系统可以做什么呢 可以当公司的资讯 BBS 可以发布讯息 以及可以放一些 培训资料上去 也可以加一些BBS 跟其他的系统联体 即时去取一些 布表 例如有些布表可以 一取完之后 自己会推送在群组里面 例如每日 每周 每月的简导 一些異常的警告 车间出现问题 它自己就 在群组里面彈出来 同类的软件 其实有的 不是只有 既然还有丁丁的 那 为什么我们 只是recommend 这两个 因为他们的 价钱实在太低 三个水 一年任用 就不是其他软件 按用者来计 其实 小数拍场计 因为每个员工都会用得上 连工人都会用得上 如果要买一些贵的软件 例如Microsoft Teams 就会很贵 因为Microsoft Teams 逐个人来计 所以我们就 走这条路了 Sorry Ben 我想问回一个问题 你说的是 其实你是二 way 用微信企业 微信去 在微信企业的资料 push回去 你 existing 一些system 和在 existing system push report 去微信企业 去搜 两个都有的 那两个mechanism 有点 如果是推讯讯息的 其实是一个 简单的一个 短信 一个chat 是不是 一个message 但是如果你说 怎样在这里 推回东西 其实你 大家都用过小程序 我们用微信 你经常用小程序 其实K微信都可以有小程序 它可以吃了另外一个软件 就可以写一些东西 其实我不用解释 大家用过来知道什么 小程序 其实就可以这样做 所以是很想向的 跟微信里面 你利用那些 比如你去 去 去 去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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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事部 也很简单 不需要买到纸张 又不需要重复 拿到纸张 再进入系统 就全部都做了 所以如果大家 很熟悉 平时微信用的小程序 你就见过曾经 例如葵程网 就会传个讯息给你 叫你去确认一个 一个机票上的东西 整件事就在里面做 在微信里面做 是同一道理 其实在企业微信 都有同样的功能 其实很能力 而且最主要 其实他 刚才阿兵说 一年三百元 其实本身是免费的 那三百元是什么呢 就是说 企业微信 你的企业公明 譬如我要登记 富士库这个名 每年三百元 就好像一个 domain registration 那样 如果你说我连这个名字 我都不要 其实它是异贵的 其实是异贵的 你也看到右边 平时已经设计了 公司的架构图 其实除了经过架构图 去找人之外 其实这个架构图 方便了之后 审批流程的 向上的 hierarchy 是吗 OK, thank you 好 讲一下这个 你 好 现在讲第二个部分 就是讲一些 OA的软件 有流程审批 或者项目管理 这部份 这部份里面 其实 流程审批 其实坊间都有很多 项目管理 也有其他 你看到有PLM 或者有其他 for portion management 那些的 商业去做 在我们公司 你自己看到 在底部有两个 一个就是 Juwa 一个就是Conference Juwa 我们开车的时候 主要是做流程审批 而Conference 我就拿来做一个 文件的部分 包括一些 ISO文件 我们一些 SAP 所有的 training materials 我们做了都会把它扔掉 而两个 我看到 其实它最大的 方便的地坏 在哪里 我自己 因为我用过 其他系统 他进来Fusco 已经是上了 Juwa 我认为最大的 特别的地方是什么 Lanson 这一套 Juwa 在底部 每一个流程 也好 也好 有一个类似 social networking 的讨论区 我可以随时 在下面 加意见 在以往 我去用一些 審批流程件 通常 我负责 按一个 去審批 某一段段 但是我发觉 我要问一下 下线 拿一些报表 那些就会变成 off system 就会问 你给一个 某一个 的test report 我 尤其中间 这个 其实很烦 所以你看到 我在審批的过程 我又要off system 在email 或者在短冊 找其他资料 然后问他 你做完 我再摆上 变成了跟踪 是慢的 但是在shira 和content 上面很多人说 我只要在讨论区里面 addadd 他的名字 就算他不在这个流程里面 他都可以回答 但他已经在那里面 有了先后的一些 web 我不需要再自己去 特别去past 他已经回答了 我看到那些东西已经回答了 那我就回答了 所以我觉得 都可以的 那这个 这个 刚才所说到 就是选择一个软件 如果一个软件 可以同时做 几样东西 end 那些东西 其实是有可能 是一个优势 因为你就不需要将 事情分到 那个东西 一个软件 另外一个软件 那么在我们这个case 我们这个GIRM conference 经过我们很深入地去做一些设定 其实它的功能今天包含的范围非常非常之阔 除了将我们以往一些纸张的审批已经放在这个系统以外 其实我们很多部门日常的管理 很多自己独立的Task 他们项目的管理 什么叫项目管理,可能公司都会有做产品开发 产品开发一定有设计阶段、市产阶段、投产阶段的不同的工作 其实这些东西基本上已经有标准化 但是平时就是靠人去追踪 其实我们已经把产品开发的流程 已经定立了八十几个不同的任务 我每逢一个新产品需要开发的时候 就自动会产生八十几个任务 令到任何人一来公司 任何一个PM 一要管理这个项目 他很清楚究竟有什么任务要去做 也因为这个系统这么有可确性 我们连一些我们以往旧的系统 例如我们的环保系统 我们的可靠性测试系统 甚至我们最近将我们人事做招聘的档案都用它来做 我解释为什么呢 每一个任务都是一个Task 对不对 我们以前就可能会没有记录 就是我们应该一个人没有记录 应该同一个人都没有记录的记录 但现在我们基本上每一个Applicant都有他们一个 我们将它变成一个任务 一个人来应聘就是一个任务 跟他给一个任务评语的 全部都写在上面 令到我们可以将这个系统变成一个HR招聘的系统 其实很powerful 我这个软件其实在各个部门都有办法用得上它 因为我们很认识这个系统 可以convict到它成为了另一个东西 因为本来别人都不是想着你做一样的 这个Jira和Confluence 本来别人是拿来做软件开发的 但是我们就已经把它convict到 基本上路火神清和天花龙龙是很厉害的 但是如果要软件上一个这样的软件 其实是以连计去上全公司所有的流程 我们有个建议就是内部一定要找一个 认识公司流程的同事 尤其是找一些面皮厚一点的 去做一样东西 因为到时候他就要和很多部门去谈谈 流程如何上 要有个同事带你 第二就是刚才所说的 项目其实经过标准化之后 每逢有新项目的时候 自己会产生所有有关的任务 令到你公司里面的所有要做的任务 这个项目有关的工作都会很顺利 给你看看几个不同的screen shot 一个流程审派系统 不外乎就是很多不同的欄 右边你看到有些经班人 有些压生日的哪个人 任务什么时候开始 什么时候到期 他们中间有些资讯 还有你看到最下的就是人家的comments 你看到人家一直打comments 等于在Facebook那里 平时人家说完话就打comments 所有和任务有关的东西都可以在这里谈 所有和任务有关的档案 然后screenshot又可以上去 那就可以看到很多这样的资讯 但当这些所有不同的任务 一排在上来的时候 就其实变成一个项目 项目其实都是一大堆不同的任务 那你见到呢 左边就是我们用一个类似 Gang chart这样的形式去排我们的工作 有些部门就会用一个坎班 来去分的 每一个column其实都是一个stage 那还有什么呢 既然用得这个系统之后 其实我们就会有很多不同的报表 可以产生出来 每一个项目究竟他剩下的任务 有多少未做 那你见到一个chart 一路就有一个chart 表示那个进度 另外呢 右边你会看到 其实有个backlog 有什么是每个都期未做的 又会有个report出来 因为可以分类型 或者分team去看出来的 关于OA 流程审计 或者项目管理 有没有一些问题 现在可以问我 是的 有有兴趣 就是你将一些workflow standardize的时候 会不会遇到一些困难 或者是 就是发觉 就是有时候会是 或者有些flow 会是 有些flow 会是 或者做一下发觉 有些是之前 意想不到的东西 那怎么处理呢 一定会有的 那我建议有几样东西 首先要 get back down to basic 就是什么呢 如果你需要软件 真的做一些很困难很大的 一些 当是parallel processing 甚至是multi-step的parallel processing 那其实 是不是应该brick down 它是简化一点 虽然Jira 是可以做parallel processing 就是表示 每一个main task 可以有不同的subtask 但是subtask 都是要去给同事们 去深究回整个flow 是怎么样 还有 有多少人要尖手 很多人很喜欢尖手 就是我要approve 这个东西 那一定有个很后面皮的pm 去管理着大家的心态 一路去谈流程的时候 其实你一路就要画 一个flow chart 整个 我们所有的流程 都有个flow chart 一路谈 每一个step 究竟有什么 要哪个去input 而approve的时候 是有哪几个人 绝对是需要 从简单 不要让它过分复杂的开始 最多是最后加上去 但是就不要搞得过分复杂 否则的话 只是谈的flow 谈太久 你都想不到软件 你可以买这个软件 回来 我会想上流程 最后你谈的流程 谈半年的 其实最后做不到什么 最后反而我们就会把它描述 我又分享一件事 我们未上这一套Jira之前 我们也有一套OA 自己写的 去管一些流程 有做ECN 那些很复杂的流程 当我们要上同一个流程 上Jira的时候 其实真的要将整个流程 摊滚出来再去谈过 才再上 Jira有个好处是什么呢? 因为它的流程是它的核心一部分 你改流程是只是一个简单的conflict 就不像我们旧系统 其实真正要写很多不同的code 去customize 就是要求那个流程 很特别的流程 所以如果你公司 其实这个不是一个技术性的工作 是一个用脑袋思维 去想着如何改流程 其实Jira是挺适合的 因为它很容易去conflict 一些新的流程 希望和它提出到你刚才所说的问题 刚才我说了三个元件 其实这三个主要是绝对主菜 你看一下 简单来看 就是行务管理 行务管理 部门任务管理 例如财务部结束 甲具的开发 模具的开发进度 甚至像我刚才公司所做的 picture 招聘档案 都看得出 其实这三个主菜 这三个软件 cover了一间厂 都挺大范围的流程和工作 如果你只是做了这三个的话 你都其实挺不错的 我都认识这么多不同的厂 很多都未必对比这三个 我只可以说 你只是做了这三 三个比赛 你已经有很大的 很大的 所以 如果你是 今天未走任何一步 想走第一步 或者第二步 第三步 先看这三个 三个类型的软件 大家有没有留言 Ben 我是Thomas 你好 我想问 你会说之前 你那套自动化办公室管理系统 你自己写的 是不是 你写完之后 你交易去Jira 你有没有什么困难 还是你觉得很容易去交易 还是要找工作人 还是 没有的 因为我们全部都是内部做 中施 一切 第三個,整個學習系統就會慢慢順利 因為他們開始熟習你的軟件 開始覺得你這個新的軟件比舊的軟件好 然後你將舊的平台的流程搬到上去 搬到新的平台 其實那個難度對我來說不高 但我絕對有計劃地做這件事 我先選擇幾個輻射面較為寬 即是掩蓋不了很多不同的同事 解決到他們一個很大的pain point 只要你是解決到他的pain point 其實人們會樂意地用 還有另一個流程當時是什麼呢? 我們五花博文的軟件都自己寫過 當時我們有個軟件是專門去處理生產異常問題 你想像不到 是一個window space的軟件去尊重這個軟件 寫了這樣的寫型軟件都很難用 當我將這個流程一放在我們新的系統 那些人就很罪惡地跳上去用 你絕對是看看究竟那個流程 是否在新系統內行 是會解決到他們的pain point 解決到的話 你想要的就沒有難度 就是正在理解 我補充一點點 因為我也是業家 其實你由舊的OA 轉到現在我們用的Jurl 最大的分別就是 如果我們在審批的流程裡面 你很多時候需要很多的討論 你越是多的討論在裡面要做 你才可以做到審批 那轉到新的部分 因為它有個討論區 你全部都是online去做 一定是讓你去Obsystem開會 然後再進入更大的問題 有沒有其他問題? 謝謝 有一個問題 你現在做流程審批 你是會 當然你說很簡單的審批 你可以在微信企業去做 比較複雜的審批 你會在這裡 但是去到什麼程度的流程審批 你覺得是不適合放在這個系統那裡 你是要去回舊的模式 你是要真的坐下開會去談 你會不會有那個upper bound 很好的問題 我個人去看這個界線是什麼 企業微信 就單調去人的level 就是每一個人都會有其微信 但是反而是在Jurl 或者我們OA的審批 就不是個個都有份 那裡主要是辦公室的 譬如是在廠區裡面的 可能去到主工級才有一個account 其實就是我把一些審批 去跟人的 譬如說去到你請假 在講你訂餐 那些比較簡單 譬如我約車 我就會放在其微信裡面 而其他的 我們都盡量大部份的流程 我們都盡量大部份的流程 因為大部份的流程 它一複雜 其實就是中間 其實我要問人 我要問我的下線 你的東西做完美 或者我要問其他 可能我要問其他部門 你可不可以把東西 upload給我 那些 我們就會帶回去Jurl 但是我聽到Herbert你想問的 就是如果流程複雜到 連這個流程審批系統都不適合 那應該怎樣呢 你是不是這個意思 是啊 首先 那個流程 那個流程本身 是不是一個標準化的流程 先 在我公司來講 最複雜的流程 都是一個ECR、ECN 這個流程 編涉的部門最多 想沾手的人也最多 但是其餘的 都會比這個流程簡單 如果是複雜過這個的話 基本上是另一個很 很不同的 不如我去問問你 哪個流程會這麼複雜 到這個系統都未必能處理到呢 比如 我一下子想不到這個問題 我想去問那個 通常是吧 因為ECR、ECN 已經是最難的 其餘的都是一些 很小的 很小的 那我就認為 Either or 就可以處理到 是嗎 是嗎 就是剛才那兩個意見 都應該處理到 完三位主菜了 不如說說第四位 Ricky 分享一下 好啊 數據分析 那你怎麼樣 我們講一下數據分析 數據分析就是 現在你看到 我們將一些 圖表的形式 轉成圖像化 圖像化用什麼去看呢 可能是顏色 可能是大小 令到就是說 我們可以將一些的 異常 或者我們想特別去想 看的資料 將它highlight出來 那這個就是我們 在數據分析用的 一些方法 那其實 上線是快的 那你看到 Ben 都說了 先而後難 我們寫一下 為什麼先而後難呢 其實我們做數據分析 在闊初由2015年開始去做 那其實發覺就是 首先我們選了一個 Tools 我們用table 那其實還有一個叫做 QuickView 那這兩個 其實我們在下面 你看到一個 list 裡面 這兩個是比較易用的 那以前我用過其他的一些 比如說 SAP裡面的BW 或者British Object 是很繁複的 如果你聽過一般 我們做數據分析 有一個叫做 E 直接看這個 OK 那先有難 就是我們很容易 就做到一個報表出來 很容易就做到一些分析 但是很多時候 我們發覺就是 其實我們問個用者 你究竟你想看什麼 你想分析 其實他們都答不到 那很多時候就說 我們為什麼要選這些 Tools Tools 或者QuickView 要很快地做到 製作 首先你才做到第一個 大家看著 有一些圖像化的報表 之後 他可能會想到一些新的 其實我們去做分析 例如說 之前上了一些訓練 那個訓練 就說 你首先要知道 問問題 問問題就是 究竟你想解決一個 什麼管理的 一些判斷 你問了這個問題 我們就在資料裡 看看怎麼可以把 這些判斷 描出來 那方面去解決 我因為 本公司上這個 數據分析系統 都上了很多年 最初買回來之後 就是等了一段時間 因為就是 找不到適合的東西去分析 那我就給了一個 short cut 給大家 這個short cut 非常值錢 就是什麼 你看到這裡我寫了 先做八大kpi 就是成品 半成品 來料 壞品率 成品 來料 及時率 還有幾%的來料 和成品 就是按照他人的交收 還有就是 這個 庫存金白 控制 這八個不同的kpi 其實每間公司都有 還有很有需要去分析 因為我已經做起了 我可以分享給大家 大家看看我們做了什麼 例如這個表 你看到左邊 就是一些 成品 的 量料 兩百 直通錄 右邊 就是 這幾種產品 的半成品 和來料 的直通錄 直通錄 還有 只需要我 在這裏 做個轉移 你看到這個 寫著 供應商 你看到中間 有個 有個 我選 是 或者 不是 就已經可以 將它變成 將右邊的 block 變成 供應商 或者變成 內部的 半成品 製品 所以這個表 其實我展示了 三個kpi 令到我 去解決 每一件事 都容易很多 例如 我可以 紅色了 的 某一款 產品 它就會 展示 這產品的 半成品 有幾多量 我這產品的 物料 有幾多量 很快 我們看出 問題在哪裏 究竟是因為 我們自己 來了出了問題 而令到我 半成品做得差 還是純粹是因為 半成品做得差 才令到我的成品做得不好 這個 就是給大家一個 8大kpi 你可以照抄照用 你就可以很快地 將一個 數據分析系統上線 這是一個 很好的RI 還有 因為整個過程 其實 這個軟件 和去搞這些 原數據 和去做這個報表 都要有些時間 最初 其實是買了一個 license 做了那麼多的東西 才會 鋪天蓋地 都不遲 令到你省了很多錢 反而不是 我們一開始 買了20個 license 最後 其實 只是用一個 license 用了幾年 才做成績出來 到今天 我才叫做鋪天蓋地 給大家 再給大家 如何去行得好 關於點 有沒有大家 有些問題 沒有的 再講 下一個 是 下一個就是 客戶或者供應商 portal 在幣公司 我們就只是上了供應商 因為客戶那一刻 相對 我們可控的數量 供應商 portal 其實我們做了幾件事 福奇 即是說 我發出一張PO 公司 要確認他 什麼時候可以交給我們福奇 另外就是 財務對象 報價 另外還有一些 就說 我們這些白點報告 他要上載到我們的網站 其實為什麼會做一個 portal 去做 以往就是怎樣 公用商報價 我發電郵給他 叫他報價 他報價回來 我找同事 又要進一次 進去 ERP 入完 又要找人去檢查一下 有沒有入錯 因為入錯了 又會很大問題 又找人去檢查 過程其實是很繁複的 你看到福奇也一樣 我E-mail了 或者 發了一張PO 給公用商 他福奇給我 也是一個 E-mail 我又要找同事 進去公用商 回家 過程是慢 雖然之餘 同事也有機會是入錯 亦都很難去trace 當我起了一個Portal 去給他 其實你福奇 你就下載 我們出了什麼PO給你 他下載的List 都是Excel 他在Excel裡面 覆完之後 直接上載到我們的網站 對象 也一樣 他平時要發文 給我 是硬複製的 那財務 就找人手 去逐條 對回他的交貨記錄 PO的價錢 現在就不是了 在Portal裡面 其實他上載的Statement 我已經幫他檢查 他的收購數量 他的價錢 他的編和價錢 和我的檢查 是不是對 已經做了這個Metra 這些事情 公用商在Portal裡面 做 和他用E-mail封鎖的時間 基本上是一樣的 但是對我來說 他在Portal裡面做了 我的同事就 省了很多入數 和對數的時間 因為數字已經是公用商進去 System已經幫他做了 第一步的對數 而第二步就是 裡面做一個確認 他看一看 沒問題 確認 數字已經直接有ERK 這個就是我們感受到最大的方便 至於客戶 Portal那邊 因為我們就沒有用到 那客戶那邊 其實其他公司做的 他們就會讓客戶 可能檢查 他下了一個單 我們可能生產的資訊 我們幾時都能出貨 我們家可以在裡面做 但是暫時是我們人家 為什麼選擇一個先後次序呢 因為 始終因為 對我們供應商來說 我們是客戶 我們要求他用我們的軟件 就比我要求我的客戶用我的軟件 所以我的客戶就會用傳統辦法 來問我交期 但對於我 我就叫一個供應商 你進去就是這樣 這個畫面就是供應商的福奇 下一個就是供應商的一個 做對象畫面 其實每一個這些畫面 我們都會做一些Excel campaign 方便他們 可以在Excel裡面 抹擦資料之後 就直接攻上 在這個 我們就會做一個對數 是 Eventually 做了這個對數的工作之後 減少了很多人手的工作 是 因為你不需要去對客戶 是 連我們的這麼頑固的財務部 都相信這件事 因為 沒有人解釋到 其實沒有人可以辯論到 電腦去辨識 你的Invoice 對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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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會比人 電腦一定比人 在這方面 不好意思 是 請說 你剛才那個 波圖是自己開發的 還是都有 自己開發的 這個是自己開發的 這個是自己開發的 OK 但是 是的 正如你所說的財務那邊 很多時候 什麼都要有 Hot Copy 什麼要有 憑證 你是需要 承認到它 要放棄這些 這個是 我們去 第一次去行這個 就是叫流程 改革的時候 它都願意去配合 平時很多東西 它願意配合 反正這次它願意配合 因為它知道 人對數 真的不夠人 電腦對數 這麼精準 還有整個流程 它一向知道 很靠近的 是的 但是對數 有時候 等一下 就是 算是那個 有三個方法 是 對 是啊 其實當中 那個方法 也有時候 可以挺複雜的 就是它未必是 對 就是你那個 全部是自己寫的 因為有所知 外面是有些 三個方法 都不便宜 但是 你可以自己寫到 我們自己寫 那個流程 說實我們 上這個Portal的時候 就是這個工業心Portal的時候 做對象這個流程 是重新再想過 當初我們想著 叫回財務部 去解釋整個流程 我們怎樣去 提供它 之後才發現 原來的流程 要某程度上 要重新再想過 才可以順利回整件事 所以剛才你說的 絕對是 三個方法 是有難度 但是整個流程 是值得重新再想過 因為這次有了一個工具 令到它們的 配合的辦法 跟以前不一樣 嗯 是的 我們真的改了流程 所以這個是 我覺得是一個 revelation 來的 因為整個 這個對象 這一部分的上線 由建築到上線 搞了近一年 大半年 大半年 我也覺得很疑 最初 為什麼搞這麼久 最後才發現原來 用舊流程來行 是行不通的 要重新想過流程 令到三邊可以行得通 因為其實最初 我們想 講回歷史 最初是想要用 RPA 用RPA 然後用一些 OCR 去供應商 傳一些 硬製的一些 invoice 或者statement 去做 我們發覺就是 如果用這個方法去做 工作量 工程是很大的 也幫不了這件事 最後就是 當時我們已經有一個 Portal 是給工程商回家 我們就選了 工程商 去做 很簡單 是的 整件事 要重新再想過 跟我們最初 想走的一條路 不一樣 才能走到九個月出來 最初我想著三個月 搞得好 最後搞了九個月 最後都很成功 最後都上了 OK 謝謝 OK RPA 其實我們第一次的 webinar 都講過 這個軟件其實非常好用 但是前提一定要 其他內部的 IQ系統才能夠用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 其實這個軟件機器人 都可以模仿你的人手 你的人手 都是處理著電腦上面的東西 就不是一些 實體的東西 所以你公司裏面 越電腦快的話 這個軟件的效果就會好 上線亦都 頗為快 RI都很快 這個部分是我們用的 其實坊間都有另外幾隻 其實坊間都有另外幾隻 那個 RI為什麼很高呢 因為 RIPath的 Community Edition 是免費的 沒有東西可以便宜 那麼免費 對不對 我們現在都是用免費的 說到這個軟件機器人 我們其中一個 較為好看的實例是什麼呢 我們拿來 access一個 海關的網站 可以令到自己內部的 曝光的工作就會簡單了很多 到最後 其實上次我和Ricky都分享過我們公司的MES系統 那 那 MES系統 並非必要的 它處理一些實時的工作 down to the piece 可以處理一個電池 返去一個PCB 返去一個產品 的一個 traceability 的 matching 甚至我們就發明了很多其他有關的 就是有關的 輔助的流程 去 其實都 enhance了很多東西 那 但是當你有這些數據之後呢 其實你都要 將你們自己內部管理的 辦法去調整 因為呢 向來都沒有那麼多那麼快的 數據給到管理者的嘛 那你怎樣用這些數據去協助你管理 令到所有這些問題 你可以即時去alert到 即時去處理 那這個整個是一個過程來的 那這個就是我們的MES in action 你看到左邊就是一些生產的 tech time數據 右邊就是一些異常 例如什麼呢 如果那個效率是低於某一個percentage 它自動有alert 而這些alert呢 也都會經企業微信去發去群組那裡 令到有關的人呢 會知道產線夠慢 那他們可以即刻去處理 有一個很多人都問我的問題 首先人家問我呢 我公司有幾個IT的工程師 那只是說軟件的 那我們有六個零七個 五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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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當然我有幾個是特別精 另外幾個就是做一些routine的事情 那如果你的公司沒有具備到這麼多的IT人員的話 那怎樣做呢 那我有兩個suggestion 如果處理一些外國有關的軟件 你可以經過outwork去找一些freelancer 如果一些是內地的軟件 例如企業微信 你可以經過這個叫做珠白界去找freelancer 那幾個小時內已經找到人去幫你做事 那我們有很多我們自己不熟的工作 例如什麼呢 譬如找人去troubleshoot一下我們的server 譬如說一些tuning 對 tuning 有些可能要寫一些軟件 而那個軟件不是我們經常用 不是很食用 那些 那他們就很幫到手 那所以剛才所說 如果真是你是很想在 剛才那裡說 在記名信那裡寫一些小興趣 寫簡單的東西 其實在珠白界上去找個人 那很簡單很快你可以做的 那說一下我們公司那個 上不同軟件的歷程 那說一下我們以前的系統有多差 中間那塊就是所謂的ERP 那其實是三個不同的系統 一個是譬單 另一個處理就是成品生產和倉管 另一個就是塑膠生產和倉管 那我們有我們的OA和資訊網 我們右上角看到一些條碼打印的系統 其實很寧散 獨立一個產品就是一個條碼打印的軟件 還有一個圈子 還有一個土砲寫的HR系統 就是竟然是用繁體來操作 那在大陸用繁體來知道有什麼結果 那今天我們的系統就是這樣了 中間就是我們的URP 中間就是我們的URP 左下角就是我們的Giro和Confluence 那右邊你就看到我們的企業微信 那你見到其實MES、Portal、HR系統都在這裡 每個系統都有一些數據的來往 那我們就通過寫了很多不同的接口 令到這些系統之間會聊天 令到系統真的發到它最大最大的效果 那到最後了 我們管理都可以用我們下面這個叫TABLO的元件去分析 SAT、我們ERP上面的數據 我們HR有數據 甚至我們將一些其他的 臨審的數據都可以在TABLO上面去顯現出來的 那我們就是真的在過往那八年左右 由上面這一個藍東西去到下面這一個藍東西 所以你剛才所問到的 就說那個Migration 就是由系統到系統之間 Migrate 是否有難度呢 不會說沒有難度的 但剛才我adress過了 最難換的就是URP 其餘的都可以 process by process 一路換過去 因為一路換過去 舊的process都完結 人家就face off了系統 那系統 那系統一路可以 舊的就可以關機 新的就全部都已經取消了 那我們就是用很多不同的橋段 令到我們上線 基本上過往這幾年都上得不錯 因為就是選擇 很多要選擇性的 整條路鋪出來的時候 是逐件逐件去做 連每一件做出來 就算我們做流程審批 都是把一些很key 很有痛點的流程行先 令到你的adoption file 那這個就是我們過往這幾年做出來的一個結果 那家庭公司不一樣的 亦都因為這樣 我們也想有個 discussion 拿幾個不同的我們 會員的公司的一個 系統 拿來做一個分析 大家聊聊 究竟應該怎麼行 大家想玩一個這樣的遊戲 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我拿幾個實例出來 我們來研討一下 先講Thomas那裡 Thomas的核心已經安裝了SAP 這個已經表示它中間的底層 也很夠穩健 OA流程審批和項目管理 他們就用了自己開發的一個系統 主要來做一個流程審批 即時通訊暫時是在用普通的微信 先消息一下 因為即時通訊 你仍然用普通微信的話 就會出現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 你每逢有同事離開 進來的時候 你又要去逐個加 又要我加你確認對方 到他離開的時候 你要在群組裡特意踢走他 其實管理上也挺複雜 如果在適時通訊這裏 可以用到一些企業式的系統 會比較好 如果我走的話 我會先走這一步 第二步就是 看看你們想以後的流程系統做到多闊 我剛才說了 我們的流程審批系統 舊護那個就是自己寫的 要逐個逐個地去寫一些坡 去 accommodate每一個流程的需要 但到我一走到Jira之後 基本上我就用config形成去做 每一個流程 就制定了之後 就找人去做這些簡單的設定 大概的時間就是 可能聊兩三個星期一個流程 如果大家在談論上去 但到我config的流程 在兩個中華的朋友 所以以前就是寫計劃 是的,寫計劃的 寫計劃的 我們一個新流程 也要發 就算有個所謂的core寫在這裏 每個流程都要回一兩個星期 當我們公司一直鋪開這個項目 管理系統和流程審批 其實我們現在有數百個流程在上面 你想像一下是要用多少時間去談 和去分析 如果是用得到一個off the shelf 買回來的系統 你的成功機會就大很多 因為你可以很快地去擴展其他不同的流程 如果我給個意見 這個可能是我第二件事會做的事情 做完這件事之後 其實你的翻譯也挺廣 因為你一向已經有用這些流程審批 其實也挺廣闊的 再下一個字就是第四個比賽 就是做水果分析 二處路退 Thomas有什麼意見 或者相關一下我剛才說的話 其實你也講到重點 就是我們自己寫的那個系統 真的時間是比較長的 就是你上一個 從想到談到寫 還有我們就不是這麼多IT的人在做 我們只有一個兩個 一個起兩個字這樣 就變成了那個process就比較久一點 所以我很有興趣的 你說那個Jira那個 那個軟件 是的 你剛才看到Jira和Confluence 其實是一派來買的 兩個是配合對方來用 那Confluence上面 也有他們的一些flow chart drawing的一些plugin 其實你就可以有個這樣的建議 因為你都說IT是一個finite resource 那很多人就主要時間去做技術 不如就找一個PM 很懂得流程 很懂得跟不同部門去聊天去negotiate 由那個人去畫了這些flow chart出來 定義之後才交給IT去做 那你令到IT上線的時候 剛才所說的 是以幾多小時就可以做一個新的 半天就可以畫了流程 那就會明白大家的時間就好用了 是不是 技術人做技術的東西 一些業務有關的人就做業務有關的東西 Bernard 我想問 剛才你說的數據分析 你們是用什麼 用什麼自己寫 去SAB拿出來 還是怎樣 我們用tableau的 剛才你看到 下面那個tableau這個 那這間公司 他們早前就被Salesforce買了 那他們這套東西和click 都算在行業來說 叫做No.1、No.2 兩個都其實互相對方的了 那走兩個 either way都沒有錯的 但是如果你走tableau的話 我可以把我現成用的模板 可以直接給你 你又可以用SAP的 直接偷 那你會省了很多時間 你會這樣去 還有免費版的 你可以免費回來 下載回來 玩玩 我自己本人 從不懂到做些東西出來 用半天的時間 但是今天我相信 我自己是 我都定義自己 是一個高中級的用戶 就是等於你Excel 你可以多厲害 那我Excel 我覺得我很好 那tableau也挺厲害 因為經常要拿一些 數據出來分析 我自己 很有趣 用這些軟件 用這些分析軟件 你自己有個問題 去問 你才發覺到 如何去砌圖出來 用什麼辦法看出來最好 你之後就發覺 原來有一些原數據 是沒有的 我們要補正的 補正的 我們才會補正的 整個過程 是一個 那這個過程 就是一個 你和我 這個級數的人 可能才會問得到 因為我們很想知道 究竟我有多少錢 是因為 壞了 跌下來 其實這個是一個很好的問題 是要 如何看這件事 就是大家的產品和位度 會不一樣 如何去分析這件事 其實你越是 有自己的想法 更加容易 carve到 你自己的 數據分析 的圖出來 當然 我已經弄了八個KPI出來 給大家去抄 如果你問我 我免費給你 OK 多謝 完成了 第二位到Hurgo 永生 他們的ERP 是自己開發的 OA系統 或者這個所謂的工程項目管系統 他們都自己開發的 已經有了 而這個即時通訊 他們都選用了這個K微信 已經開始了 我看完這個之後 我認為 其實 其實 因為你的ERP和你的工程項目管理 已經叫做 有 其實 可以試一下 下一步就是做數據分析 同時地 evaluate一下 究竟OA 或者這個項目管理系統 可不可以用一個類似Jura去代替 因為 如我所說 公司的流程都會很闊 如果你今天只是有一個系統 專門做工程項目 如果假日你明天是想做財務的closing 整件事 是吧 或者什麼 那你就要想很多不同的 就是開發很多不同的新的系統 versus 好像我這樣 用了Jura 只是config 同一個主件 for不同的purpose 就已經足夠了 還有可以做到 其實我是 基本上同一個軟件 真的 叫做 carve到 是適合不同部門的需要 這個 這麼highly configurable的軟件 其實是很珍貴的 你可以令到你自己 節省力 不需要寫這麼多軟件 還有這件事 既然你已經有自己ERP 如果需要和其他系統 尤其是外部系統 去聯繫的話 其實你就可能要開發一些API 令到你的ERP 可以和其他系統去talk 例如 我不知道你會怎樣 但如果你的企業微信 可以在你的ERP 搶生產單 每天早上就說 我今天有這堆產品生產 在這個量 在這個車間 是good information 類似這樣的事情 很多事情其實可以現成 都做得到 是嗎 你有沒有記得意見 暫時沒有 Pyberna 怎樣 首先我今天我拔回我弟弟來聽的 最主要原因是 因為我們兩個都是 engine background 都是 operational 所以多一個人聽 學的東西多一點 首先很感謝你今天給這麼多寶貴 我其實想問的就是 如果譬如說 現在你用SAP 你也是用tableau 那你中間那些對接 其實基本上都很 standardize 如果我們用一個 是自己研發的ERP 的話 在對接口那裡 你覺得最大的挑戰會 會在哪裏 其實 我說 因為TechBlue那邊 其實它那個 所謂對接 它可以 access到不同的 就是它 包括Excel 不同的data base sql 我們現在走到 SAP HANA 其實它都可以直接去讀裡面的data 我們當中其實做數據分析 我們很多時候是做一個叫做ETL 就是說我首先要整理 我要分析那些數據 那麼TechBlue會有特別的 它通常是一個flag table flag table的意思就是 你最好就是 我把數數據集中在一個table裡面 它的分析就可以做得很快的 那我們就會把這個data 怎樣做呢 在ERP裡面 先寫一些的report 我們schedule了 每天就要分析 將這些data 就會整理好 就放在TechBlue 而給它做分析 其實就是TechBlue 因為我們在做一些 歷史數據的分析 很多時候我們是不需要做到 去realtime的 當然其實它支援realtime 去assess ERP的data 但其實我們發覺 其實我們是不需要 很多時候我們是 晚上update完之後 我們在看 可能是過去半年或者是三個數據 你少一兩個小時 其實不影響我分析 可能是這樣的做法 所以你提問的問題 你自己的開發 ERP 和TechBlue有沒有對接 是一定可以對接的 是沒有問題的 還有呢 我又要提問 如果想 我會這麼想 因為 你如果 ERP下面是有 是用一些sql的data base 那些是一些relational database 分析了很多 兩個做法 一你便在你的sql server上面 寫一個大table 將一些要分析的colum 塞進去 是吧 做一個view出來 或者你將那堆table的結果 就經過一個tool 例如tool有提供的tool 就放在tool裡面的一個flat table 即是否則都是一個flat table 那就可以讓你分析到 即是否則其實都是一個不難做的事情 因為你已經具備開發軟件的條件 是嗎 我認為絕對是對的 謝謝 第二個我想問的問題 就是我們會計系統的數據 在另外一個data base 我們正在用 好像是 SAP1 B1 那 其實tableau 因為我不知道 如果有兩個不同的data structure data source 鋪了進去tableau的時候 那些data如何去cross reference 去做數據分析 其實就是 我有一些data在ERQ裡面 而有一些data在SAP的B1 我想拿在一起做分析 是不是 是的 我們也有做的 我們就將兩邊的data pool了之後 就放回去tool裡面 將它混在一起 即是當我要做分析 牽涉兩個不同的system data 我就將它兩邊 拿出來之後一次個pool 進去tool裡面的table 接著我就在做分析 因為這個tableau它是可以connect 分析 不知三十幾四十個不同的sources 同時地去當 對它來說都是一個table 它不理你的 一個在SQL 另一個在Oracle 它不理 它對抗了同一件事 那它拉出來 你就要找回兩邊的relationship 兩邊可能有bomb number 是一樣的 一定有些一樣的 是嗎 有些common的data 可以分析 即本身做的分析就是cors system cors system 所以一定是支援 OK 我們現在的做法是 製造了一個部門叫cors accounting 就是基本上把sap的data 和erp的data結合了 然後做人手分析 剛才你所說的東西完全是 分析到我們 對上十幾年那個 紅點 程度上就是每次遇到有問題 接著就發覺要有些數 很重要 接著就會問回管理層 和cors accounting的experts 就是說 我能否拿到這個數據 不行 重新再製造 但是全部都是透過人手 透過Excel去做 對 你用Excel做個Vlookup Excel那些都會玩死你 是不是 而且你又要去改回它 或者去確認它 是不是 接著你每次有新資料 你又要重新再做過這個動作 對 我用tableau 你會解決了剛才你所說的所有 最複雜就是 因為那個人 如果不再幫我們做事的時候 可能那個skill set 就carry不到 沒有了 對的 沒錯 tableau你可以multi source 去做分析 你將同一個column的東西 那邊的 兩個系統引來 立即比較 那你就看了difference 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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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引 OK Thank you for sharing OK 有沒有其他問題 那到下一個了 就是Sun Qubit 就是Anthony 看到Anthony 他們已經上了ERP 就是Apicoid 另外他又特別地 有幾個系統上了 一就是一個想緊或者試驗中 就是 審批 正在試釘釘 文檔管理 他正在試 Microsoft Teams 來做文檔管理 即時通訊 就用了普通微信 那MES 它已經有路 其實都走得很前很快 就用了簡到穩 那 如果看到這裏的話 我會 其實我們現在的三美賽 拿來講 如果可以把你們的審批 和即時通訊 都可以在兩個系統 去做 其實就會 省上省力 另外 因為你Microsoft Teams Microsoft Teams 做很多不同的事情 可以做 可以做 Wiki 可以拿來做 Conference Call Cloud Storage 是的 Storage 但Microsoft Teams 就是 by user 來計算 如果 你用Microsoft Teams 來做 即時通訊 就不可能 你只可以 Conference 去做某件事 但是 如果你 既然給了錢 用Microsoft Teams 但是 拿來做文檔管理 但是最後 你就不會經常 用到它的 即時通訊功能 因為其他人可能會 用 微信 或者丁丁 其實 成本 成本 第一 第二 系統 都要想 系統 如何減少 還有什麼呢 就是 即時通訊系統 你可以 決定 或者是 記憶微信 我們都有留意過 記憶微信 有一個最好處 就是 因為已經有這麼多人用微信 你只要知道所有同事的手機號碼 你要上記憶微信 是很快很快很快的一件事 但是除了這件事 之外 丁丁其實我們都看到有很多不同的功能 都挺優越的 他們的審批 是比 記憶微信的審批功能 是強一點的 它可以做到 parallel processing 即可以一個 main task 有幾個subtask 所以這個是 你值得去想的 總之 概念 怎樣都是 盡量 用少一點的元件 做到最多的 用盡了每個元件 你買回來的 能夠cable 那走這個之後 其實走這兩個之後 下一步其實也一樣 走數據分析 每個都一樣的 是 是 那Anthony 有沒有什麼意見 嗯 嗯 嗯 是啊 想了解一下 那個 應該是OA 或者是那個workflow 那裡 你用Jira 那 我們都 市面上在留意著這類的系統 那 Jira就好像是澳洲的 對吧 你選擇它 另外一些 其實國內都有不少這樣的workflow system 那 有沒有一個 會不會 你覺得外國的 會不會在國內 run 會有問題 還是你覺得其實沒有問題 是 讓我告訴你 告訴你 我如何開始 選擇 選擇任何元件 我自己都會親手碰一下 可能會download 試過才會買的 那 只是搞這個 流程審批軟件 我個人 我個人 試過的軟件 有三四十隻 那麼多 嗯 那 我看過了很多 cloud 很多不同外面的軟件 那 最後 為什麼我會 用Jira 就是因為Jira 可以經過 加一些所謂的 plugin 一些插件 去 加功能 那麼這些插件 是可能外面可以買到的 那麼 人家也會不斷去 去 enhance 這些插件的功能 那麼 發覺原來 買回來 本來Jira就是拿人做 bug tracking 怎麼知道可以做 我剛才所說的這麼多樣東西 那第二樣 就是因為Jira 可以config 我可以用 用不同的config 設定到 它運行很多不同的東西出來 那 所以呢 只要你是很認識Jira 其實可以config 很多不同的功能出來 那 這個當然需要有一定的 expertise 我們同事也放了幾年 他一路在那裡 用他 一路去上課 一路去 enhance 他的方面的 skills 令他用得很闊 那所以你問我 究竟為什麼這個 這個 主要都是剛才這兩件事 嗯 嗯 我留意過一些 一些 我不說哪個名字 香港的土豹的 這樣的 流程審批系統 連API都沒有 做不到 我們剛才想做的 和其他系統 又連接不到 你又加不到新功能 就是你買回來 那個東西就是這樣 沒得變的了 Jira呢 可以給我 變成千 就是 真的 真的變了很多東西出來 舉個例子 我們有一些 Jira裡面的流程 就是 你知道 ERP去 run 你要去 run 那些 master data 是很重要的 我們其實 每晚會 跑一些 ERP 跑一個 task 就發覺有一些 master data 可能會發覺 有些是完整的 那我就會直接 在Jira裡面 create 一個 task 給個部門 去跟進 你要補充 只要他補充完 那就close 也有 task 也有 task 其實close的部分 也是系統製造的 只要你補充了 他又會close 三個 task 你每個部門 只要看回 如果是master data 你就看回 我會有些 有幾個outstanding task 而這些你都可以分析 有哪個部門 還沒做齊 其實這兩邊 是可以打通的 其實是挺方便的 因為有API 所以這個 軟件必須有API 甚至乎有插件 而 Elasian 他公司 這幾個軟件的 就在他自己的網站 就是marketplace.alassian.com 就會搜尋到 我在這個 搜尋 自然地你就會知道 究竟這個軟件 可以加到什麼功能 所以呢 為什麼選擇他 是這樣的原因 最後這間公司 我告訴你 成長的步驟是怎樣 他最初是一間 澳洲公司 最後就去了 美國設定他的第二個總部 之後都在美國的NASDAQ上市 他們用的人數多 自然一個產品人數多 自然就 多人願意幫他 首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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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間公司會一直 提供自己的軟件 第二就是有人 肯幫他寫 plug-in 而你去 我在那個 chat room 已經分享了 那個 marketplace 給大家 大家去看看 究竟 這個軟件 能夠插了什麼 插進去 你發覺 原來 那個功能 真的 無可限量 由 time 打 叫做 time scheduling 是吧 做一個 或者 billing 如果你這間公司是做 consulting 你可以 製造你的 那全部他就在上面做 很能力 上面有很多不同的插件 適合不同類型的公司 將一個 off-the-shelf 的Jira customize 到你公司要的東西出來 就是這樣 明白 是down the road 我想 這個好處是down the road 千萬不要這樣看 這個 我剛才給你 那個 Jira.alastin.com 那個 URL 看完之後就認為 我要軟件做 那這個是錯誤的 原來軟件 那個config 可以config到 這麼多這麼多的東西出來 嗯 那這個是 我認為 最大的得著 Thank you Ok Sorry 我想問一問 Anthony 你可不可以 講一講你現在用 柬埔雲 那個experience 分享你現在的心得 柬埔雲其實就是 我們也是 算是 一邊學習一邊試用 就是 它相對是一個 這個cloud-based的 一個software 那叫做 相對容易 去create一些 自己想要 database 自己想要的 數據輸入 或者流程 那變成 我們就主要拿它來 就是說 在生產上面 或者QA那裡 它一路生產的時候 就有些數據 想collect 以往就可能填表 那 然後 就是 基本上是paper 那現在基本上 就知道它要什麼數據了 那就create table 或者form 給它們在online上面輸入 那些數據就入了它們的 database 那它就會有相應的 就是圖表彈出來 那就會是 給management 可以搜集這些數據 和看到這些 其實叫做MES 純粹 in the sense that 那些資料是 on the line去collect 其實當中都是要人手入 就不是說機器直接讀那些 不過它唯一好處就是 就是容易設置 就是我純粹是有個IT人 那它都不是說很high qualification 不過你試試學一下這件事 那它學兩件事 又好像設置到不同部門的人 都可以 我想collect這些 那它又可以做出來 那它又可以搜集到 那基本上是一個很簡單的設置 好的 謝謝 我還想提及多一個額外軟件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如果你真的 以後會有這麼多個不同的軟件 你要管理很多個不同系統的 username和password 那這件事就有兩個辦法 兩個地方去處理的 首先就是 就是你們的 不論你Jira也好 Confluence也好 你的SAP也好 Apple Code也好 都會可能用上一個叫LDP 或者Microsoft Backup Directory的 用戶名冊 去拿回你的username和password 那令到你每一個系統的username和password 是一模一樣 那你不會忘記了 因為一間企業最大的問題是什麼呢 你買了一個軟件回來 那些同事竟然不知道自己的username和password 而不想 那你要解決這件事 那你當系統得多的時候 你就需要這件事 另一個問題 但是一定有的 我去聽 真的 很多同事就說 我很少用的 那個軟件 寫了一張在哪一張紙 那你 如果你只有一個username password 你就不會忘記的 是吧 那第二個問題 既然你有你的LDP 或者你的Active Directory之後 你就可以寫一個Batch Shop出來 去匯出你公司的架構和電話名冊 用在哪裏呢 就是用在企業微信 令到你上這個 企業微信也很快 每次你 逢有新的員工進來 你就加上去 逢有員工離開 你就減掉 自然地 你公司裡面的username password 便不會被人 以後繼續用 一離開的時候 你就會 remove 到 這樣容易很多 那下一步 那大家有個game plan 下一步是什麼呢 首先 先決定行哪個軟件 先留次序 找一個資深的同事 未必一定是IT的 是一個資深同事 很多流程 面避口 還有 你們要 manage as management 你要想一下 這個軟件究竟 公司有哪幾個主要的同點 想解決 你就和這個資深同事一齊 就是談 行哪個流程 先 迫使同事要使用 令到你拿到很早的early win 那你之後 有很好的early win 你的軟件的上線速度 就會很快 今天分享就是這麼多 請問大家有什麼問題 做什麼問題 你剛才沒有 Tomas 很多年前 我去過你公司 很多年前 我看到你 那時候你自己 好像寫了一些 可以即時可以看到 塑膠機 正在開機 有一個小的器材 是不是 不知道你是不是自己寫 Ajuno 類似那些 然後你會博光 然後好像是類似MES 那樣 是的 正正 MES是其中一部分 你們公司 是不是都是朝著這個方向走 還是你 不要了 不要搞這麼多自己做 都是外面找人搞好些 還是 這個就是回到一個很經典的問題 剛才我第一個slide已經說 究竟我們這個開發軟件 和賣軟件做一個平衡 為什麼我們走了這條路呢 幾個原因 首先 我們當時 sourced MES的時候 sourced 不到對的 第二 就是 有個客人 逼著我們一定要上MES 那我一定要很快地上 那我就已經寫了一部分 你來的時候 已經看到我 我做了一部分 要把那裡再上賣 那 就因為這樣 我們就繼續寫下去 那end up 寫了之後 有個什麼的好處呢 就是說回 有什麼得罪先 因為MES 是一個virtual 和fiscal world 一個虛擬和實體界的一個接合點 它經什麼來接合呢 可能經一些barcode scanner 經一個清 經其他一些physical device 去capture一些 一些realized information 面對凌凌種種的 面對凌凌種種的 適合 需要不同的interface 還有什麼 還有什麼 sorry 漏了smt機 啊 bare機 都是這些來的 測試 我們的測試機 我們做耳機生產的時候 都會做一些噴響的測試 做一些降噪的測試 而那些數據 我都要找地方去保留著 還有有系統的保留著 全部自己做的話 好處就是 所有剛才所說的東西都可以 fair well integrated 肩甲就給了我們一個 大家想到一些新的 new use of existing system 是什麼呢 我竟然 我們一向就能打一條碼 我們就直接把我們打一條碼系統 應用在smt機的排線 排料的工序 令到我們排料的工序 由以前一個多兩個小時 變成現在40多分鐘可以排到 自己寫的東西有好處就是 你想到的東西就做到 而我要做到的東西就是 將physical world的東西 和virtual的東西連起來 正正我自己寫MDF 就幫我做到的東西 你說我是不是一個好RI 對我來說是 你說是否best use of a timer 我今天大部分工程師 主要放的時間 都是如何延適剛才那些 不同軟件的功能 例如剛才所說的 寫多幾個流程 寫多幾個小程序 將本來沒有小程序的 變成有小程序 將幾個不同的系統 寫接口連在一起 主要的fire power放在那裡 確實的 你越多土炮軟件的話 你根本就沒有能力 去將這些現有的系統 接在一起 因為你只是將你現成系統 一路做enhancement 適合新的需要 你已經看過不了了 所以都說 系統沒有太多 買回來用的就用 自己做什麼呢 做寫接口 將它們在一起 是best use of your engineer's time OK 謝謝Ben 因為我也是做廠 我不是做軟件公司的 是吧 怎麼寫到這麼多軟件出來 是吧 謝謝你 Hello Ben 你好 你好 很感謝你的分享 我想問兩個問題 第一個就是 例如我們用即時通 用微信或者用丁丁 雖然是免費把握 但是我想問這些數據 肯定有很多事 這些Database 我可不可以很方便的 例如時間錄這些數據 可不可以很方便 給其他系統到時去連接 因為我們如果說去 構建一個比較大的圖像 在IT系統裏面 那可能例如ERP、MES 都會用到一些 HR的數據或者時間錄的東西 那是否用微信或者丁丁 這些數據的Database 是很容易讓我們去實現 或者去控制 可以回到 剛才我說的那幾個系統去連接 這個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就是 我們說的都是 例如這些即時通的元件 都是在大三方的平台 那就是對於一個 信息的安全 我們經常說的 現在是橫的服務器的 趨勢 但是對於企業來說 它肯定都有 多少一些核心的數據 或者是我們 打算要去保護的一些數據 那我們在使用過程中 我們怎樣去保證這些 那些大三方的平台 那些服務器呢 是安全的 因為例如丁丁和微信 它是免費的話 那我相信它可能 對於企業的這些 所謂的保護 它應該不會成功這麼多 那對於你來說 你們會怎樣去保障這些 信息的安全呢 我想你分享一下 先回答你第一個問題 好 因為其實你用企業微信 你用丁丁 其實它只是一個平台 在平台中 你去接觸這個系統的資料 基本上都是寫API去拿的 正如我們現在 譬如我們用企業微信 我後面那些小程序 是包括其實我們MES的資料 在裡面出現 ERQ的資料我們都會拿 也都會有HR的資料 其實是靠API去貫通的 所以其實不理你是哪個系統 在裡面都可以實現的 只不過是你需要在裡面實現這些資料 第二個問題就是 你牽涉到 國安就是 我們用第三個語言 其實我們都在用 在國內那兩間最大的 就是阿里巴巴 丁丁就是屬於阿里巴巴支付寶旗下 企業微信就是電信旗下 其實在國內你說 我們的資料上去 在他們公司內部 他一定是看到我們的資料 這個是無可否認的 但是你說 喂 到底 我們想要擔心這個信息安全 其實 如果你不用K微信 你可能直接用微信 那個情況是一樣的 其實在我的角度來說 那個資料 他要拿你的資料去看 其實一樣是可以拿到的 那你會不會洩露出來 其實這一部分 在騰訊 或者阿里巴巴 其實在國內兩間最大的 他已經是做得最好的兩間 如果我們都不相信他 就能用第二間 除非你自己是在自己的伺服器 去做一個內部的IM的通訊 我的意義是做的 好,謝謝 好,謝謝 那我們今天還有沒有其他的問題嗎? 沒有的話 非常多謝 非常多謝你 我唯一想分享一個留言 就是之前聽了這麼多次 一些很Discreet的Solution的Webinar 一直都是 聽極都不明白怎樣去apply 今天終於被你打通了任督耳蜜 終於明白了所有的佈局 是怎樣 還有有action plan可以幫到 所以非常非常非常感謝 Ben和你同事兩個 非常好的分享 多謝 謝謝 謝謝 希望真的大家可以學以致用 我們 如果我希望下次跟你聊天的時候 你們已經說 我已經在走第一步 第二步第三步 其實我會真的很開心 下次回來 你是什麼時候回香港回來 會的 我等著跟你看球 一定會 OK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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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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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